我們看到李維芬 這個領警官接下來的天氣 有夠感到 這個醫生法大中的案件 鄉鄉也正在這裡 在這幾個月十九號 在台東七 來發聲說一口十五個人 都醫生法大中的案件 既有火車近的重環節 送到寄診室 都在這單車上的救生室 分明的無意識 雖然近頂的阿嬤 也快點報到孫子 來到寄診室 一樣出現意識不清 頭昏的頭的鏡頭 一個婚的五個人 全部一條病衣 萬一是一人化碳中毒 加在後來都脫下 我那時候才開始頭暈 然後我看人員跟那個 我丈母娘他們進來的時候 我就很想吐 我那時候才開始想吐 然後就跑去廁所 一吐 吐完出來 我就倒下去 這一個月十九號 晚上因為天氣很寒 在台東的酒生是為了生水 像沙湯疼一杯 又是來清洗 一瓶洗得辛苦 不想到一回跟三回的小孩 連山出現意識不清 頭昏的頭的鏡頭 酒生是需要出現類似鏡頭 經濟上他確定一陽化碳中毒 他所表示一陽化碳是沒有色無味 第一時間沒有那麼多發覺 只要出現頭昏的鏡頭 已經是相當危險 差不多十幾的時候就有一些噁心 嘔吐啊 然後這個不舒服啊 甚至頭痛啊 這些初步的症狀 然後這一直到十幾二十幾 到三十幾四十幾的時候 人可能會昏迷掉 香港人仍然中火現場來看早 在水氣安裝的優待 外面還有一個湯阿門 嚴重是因為空氣不流通 造成一個火力中毒 不然一個火力的狀況已經穩定 經濟相當的統計 像是一陽化碳中毒 台東市這個月差不多到十幾天 比上個月增加兩聲 大部分是因為水溶在水氣不通 第一時間沒有發覺 提醒民眾水溶在水氣 一定要注意現在空氣的流通 記者台中綜合佩奴